回到第三節的國立大台 今集是說Ahsoka 但在說之前先先再回Chart Room 剛才Chart Room 奇奧法斯就說摩尋找Kenobi去尋仇 其實是 但剛才我跳過沒有說 因為今集不是說摩 剛才那節是說Kenobi的傳聞 另外JK 他就說想看摩多過舊攤 就是剛才那個黑婆 為什麼很明顯的 但真人的摩應該不會再出 因為摩的飾演者 不是昇演者是飾演者 就是Ray Park 當時Solo的彩蛋 最後片尾彩蛋 就找了Ray Park 再去實現摩尋 找回Chrome Wars的配音 幫他配音 因為摩尋沒有出聲 在電影上 是在Chrome Wars才出聲 而Chrome Wars的第七季 但是他沒有Darth 沒有Darth 而是赤武神 他的動作 和Asoka的格劍動作 都是找回Ray Park 去做的 Ray Park 始終是一個武術家 但是 剛剛升戰第七季出現 沒多久 是 的期間 Ray Park的IG 就出現了屎 因為 他的前妻不忠 Ray Park 就在他的IG 故事上 有影片流出 就是他前妻 含著 吹奏著 不知道 那輪是 Ray Park 自己的輪 還是前妻 老的輪 總之 在IG 流出 然後迪士尼就很 總之BBQ 是啊 迪士尼就很痛恨 這傢伙 從此 迪士尼還是Lucas 從此 Ray Park 就不能再在我們作品出現 那魔就一定不會再出現 這個很可惜 動畫 就應該 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動畫他都死了 魔的故事就完結了 如果大家想看魔的故事 那就重溫回Chrome Wars Chrome Wars 很適合 是的 Chrome Wars 裡面魔的故事都很悲壯 那或者日後 可能過兩個星期 我們會找一節 講一下魔的體系 就是魔的外星人的體系 因為真的是武系 真的是武系社會 那就是所謂的女權 那不是女權人 是真的女權 那挺有趣的 魔、Death for Me 這些星球裡面的人 那我們會去講講 但是不是今集講 那今集呢 先講回Ahsoka 先去展示一張照片 當然啦 這張照片 阿希拉莉做完節目之後 我當然就一直 嗯 我忘記了是有人留言就說 有人留言讚希拉莉說 喜歡星戰的女生最漂亮 嗯 然後希拉莉就說 演過星戰的女生最漂亮 然後我就弄了這張照片出來 不是 你這個廢話 哈哈 我留言 我就撕走了阿Ray 因為你也喜歡阿Ray 但是呢 實際上呢 你說 演星戰的女士 你看看你是誰 我就沒有 我沒有列出了那些 關於EU 關於Expanded Universe 那些 我就沒有列出了出來 但是呢 很一幅圖影 已經論述了 就是上面 789那些契底 789那些演員 下面就是 星戰電視劇啦 還有星戰以前 123 123 456的電影 再加上星戰電視劇 其實要強調就是 真正的 Strong Female Woman 不是Waman 不是那些SJW 那些 Standing and Brave 那些 Strong Independent Female Female 不是這些 真正的星戰的厲害的女士 有很多 嗯 有很多 不論是 阿Soka 溫明娜飾演那個 溫明娜飾演那個 F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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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k May 即是Natey Progman Princess Leia 是 Cara Dune 即是 Gina Carano 飾演的Cara Dune 還有 Buka Tan Buka Tan 還有女主夾師 全部都是 真是Strong Female Women 還有也是漂亮 最重要的 是全部都是漂亮 型 更漂亮 是的 是的 其實我們經常說 譬如 驅逐女權 光復星戰 我不是說 驅逐下面這一群 我們是驅逐上面那群 我們是驅逐 Kavin Kennedy 那群 那麼 下將 最主要就是 想用一節的時間 去講講阿Soka 阿Soka 因為阿Soka 如果你有跟著的動畫 跟著動畫 或者甚至電視劇 其實阿Soka就橫跨她 由十四歲 去到四十五歲 這個這麼長的時間 這麼長的成長 嗯 所以為什麼上個禮拜 阿七叔 塞進來 就要加把口說 如果你看過阿Soka 你就會發覺 阿Rae那個 所謂的掙扎 對她來說 不切實 簡直是不能給 自之以備 自之以備 但是當然 又要這樣強調 因為有很多 很多的 所謂的聲戰 其實你看過聲戰 我就叫你做聲戰Fans 我不需要說 你一定要看足夠的 但是有很多電影的聲戰影迷 他真的沒有看過卡通 因為有很多人 永遠都是 我喜歡看真人電影 我不喜歡看卡通 這是understand的 那變了就會 有一段時間 你要看卡通 是有個門檻 在那裡 其實也是 要是你要付錢看 要是你就希望電視台播 又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播 是的 無線播有時候 你未必追得到那個時間 那變成 大家可能就變成 miss了卡通那一段 但是卡通那一段 我上次說 Cone Wars 就已經說了 最長受 最長 最影響最深遠 那段 而且如果 譬如你現在有 你Cone Wars 133集 你未必頂得頂 看得完 其實不止 因為如果你看完Cone Wars 你還要看了Rebels 那裡就不止133 哈哈 但是很多人 就只看了曼達樂人 可能見到 Ahsoka很帥 厲害 但是對Ahsoka的成長 其實你不是太過了解 那你只看電視劇 你又不知道 那他有多厲害 譬如希拉 你只看曼達樂人 他都會覺得 他很帥 但好像Rae更厲害 你未必看到他成長 這個是黑馬 據Henry說 初初跟我介紹的時候 他真的 就是由 你看著一個角色 那種成長 是由 一般的接受程度 到現在 一個一個 威娃Soka 那些 是 補回 肥恩 他問Sha-Sha-Bang 我忘記了放進去 是 Bolkatan身邊的那隻馬仔 那個 但是 那個 他的靈魂 不是那麼搶 不是那麼出 那個日後 還有現在 之後的曼達樂人 都不Cast他 那這個又是 又是 因為KK 作崇這個日後 我才會再說他 因為他 不是太突出 那我們展示一下 那張上線 都熱如是者 都是要展示一張 Time Line出來 那你見到呢 我用黃色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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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所以這次的時間線都已經很長 就是TOTAL 他的時間線其實�께跨了近三十年 而他在作星宴的宇宙出現 而且是活躍的年份 因為他一出現已經是十四歲了 其實我不算他出生的 他出生的就不止了 四十多年了 那我下一張看看 裡面的人物其實他的生命是長很多的 阿蘇卡不是的 阿蘇卡其實那個宇宙 他那個外星人的種族的生命 其實跟人類差不多 有些是會長的 Yoda的會長的 但是阿蘇卡其實跟人差不多 你看一下 阿蘇卡其實很早交代 就是他四三四歲的時候 他四歲的時候就被Proclun大師 就召進去做這個Yoda 那我剛才說了 Yoda其實是很小 他周歲的時候 他幾歲的時候 他對家裡沒有什麼基本的時候 就帶他去做Yoda 做出家的 那所以很多Yoda 真的都很願意去出家 沒有什麼情感 就是不會說 他的成長是跟別人不同的 很小的時候 他好像孤兒園一樣 被捉了去做Jedi 因為他的原力是弱的 所以變成Anakin 如果他在星戰前傳 他不是說他做Jedi Yoda不是說 初初說不給他 因為他超了靈的 他超了靈的 這個人有問題的 這個人 這個人第一集已經很領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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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Jedi 可以嗎 第一集 年輕人應該領他 下一集你變成青春劇 你更得了 結果真的不得了 所以你看到就是 施定終身 The force is strong with this one 就是 The force is strong with this one 等下 阿豆剛才所說的 覺得很鹹色 那當然 那當然 下張看看 其實 當阿蘇卡第一次見到 遇到Anakin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 十四歲的小女孩 你看到 身材沒有什麼都沒有 真是一個鬥釘小女孩 而他在電影版2008年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出場也挺好笑的 就是他出場 因為那期間是 期間是 Anakin在打仗 那他一出場 已經介紹得不多 介紹開喝拖 然後就是 哦 你Yoda派來 因為他之前 Anakin 和Obi-Wan在聊天 對話當中 就是Obi-Wan 就說很想有一個 就是多個人去訓練 那Anakin 就說 你訓練別人 你訓練飽他 我覺得你訓練 要帶一條小女孩 就是很拖後腿的 是說這些對話 突然間 看到 阿蘇卡下來 然後Anakin 已經笑了 Obi-Wan 你想要找人訓練 有啊 然後 阿蘇卡說 不是啊 媽媽說 我要跟你 喂 elevated 喂 Never人 是不是搞錯 一些事情 是不是搞錯 不是 我是我 這些是不是現在 我們新主持 正在發生這種過程 太好了 這 Mary 感同身受 不是啊 然後Anakin 她 這师父 B1 她主持 她說 싶은徒弟 我也不用了 為何反正 什麼 ты 就 《四十歲魔法》大師就明明《Anakin是死小孩》 第一集卡通和阿蘇卡覺得不合格 不是先看第一集 要先看電影版 他先有電影版 跟著才看第一集 在電影版他們兩個已經經歷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變成第一集 如果你說覺得不合格 就是你覺得看完電影 覺得《Anakin是死小孩》 但是怎麼知道第一集的《Cone Wars》就好像不一樣 你要先看電影 你先看電影 初初是很脫漏 很論盡的 下張看看 初初他們 《Anakin是怎樣去跟阿蘇卡》是有點不合格的 有些不合格的情況 要磨合的情況 就是剛才Alvin所說 新主持做了沒多久 然後又要再帶新人 是有這種磨合 但是如果你看了電影版的《Cone Wars》 你會感覺到那個磨合後來是融合的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有了《阿蘇卡》這個角色 其實他有一個很大的功用 就是令到人家對《Anakin改觀》 你一看 其實當他在電影版近乎臨尾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感覺到 他雖然很抗拒那條小女孩 覺得無緣無故要照顧那條小女孩 但是到了中段 你已經感覺到他是一個大哥哥 你感覺到一個大哥哥 其實那個感官就完全不同了 你感覺到這個就是應該以前印象中 我們幻想中 腦寶中的《Anakin Skywalker》 未變《Darth Raider》之前 但是你對比 其實這個對比也挺嚴重的 就是你對比第三集的《Anakin》 《Hayden Christensen》 你看看那個樣子 他那時候還沒想到睡醒 就是那些人不喜歡他就是這件事而已 就是覺得他還是很小孩的 而《奇奧法師》說 初初沒有人喜歡《阿蘇卡》 已經是真的 一定不會喜歡的 開始是沒有人討厭的 因為阿蘇卡他這麼討厭 他就是一個工具 就是讓人喜歡《Anakin》 其實某程度是真的拿去做工具 就是你會生氣嘛 生氣這條小女孩 那你就接受那個哥哥 就是那個哥哥是鬥回那條小女孩 而且在David Filoni 創作來說 他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一出一個角色是這麼討厭 這麼囂張 因為真的是小女孩 14歲的小女孩是這麼反叛的 14歲的小女孩是這麼不聽話 或者是要邀功的 但是就是因為如果你寫一個角色 是他有缺陷的 性格有缺陷的 你後期才可以慢慢寫好他 你一開始寫到 好像呂拳雷那樣 無人敵 天下無雙 或者你寫到他這麼完美 你寫是嗎 那樣東西這麼得體的話 我們就有Pegme 你怎樣去建立 Pegme也有他的弱點在 在Cone Wars那裡 你體會到他的弱點在 但是Pegme也有他的弱點 人是一定有缺點的 每個角色都有缺點 我們再下一張 例如Asoka的缺點就是 他很邀功 譬如他中間在作戰期間 譬如第一季裡面 他提過Anakin應該用什麼方法 到達贏了那個戰役 那Pegme也會稱讚楊花 Anakin做得好 他就會跟Pegme說 不是我才提他 為什麼你只稱讚我師父 你不稱讚我 他感覺到好像很被莫視 但是新初出茅廢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跟那個老闆 跟你的領班 你的領班可能聽了一些意見 做好了 那大老闆當然是表揚那個領班 他不會表揚你的新進來的年輕人 大老闆會知道你的年輕人是誰 而且永遠都是的 因為下屬可能有意見 對上司做好 那件事是團隊 而下屬的意見 會表揚 但是不會特地去表揚你的 不會很刻意去表揚你的 那我們再下一張看看 而也由於他 以為自己很聰明 以為自己提供的意見 一定是怎樣 他就貪勝不知輸 有一次他就帶了自己 整隊 Squadron 整隊機隊 那對方要去攻擊 攻擊的時候 但是對方原來是設定了一個陷阱給他 嗯 Anakin 或者是那個當日 去作戰那個元帥 已經叫他說 喂 撤退回來先 前面陷阱來 不要勾衝出去 他又不聽他說 我明明可以清掉一條路了 我清掉一條路這樣 等下OB1他們來到 就可以暢通無阻 是不聽指示 是不聽指令 結果呢 不單止是他的手足炒機 下屬 其實是整隊藍隊 其中一隻戰林都是整隻戰林 都墜毀了 而剛才那個元帥都重傷了 那麼 全部人都傷了 整場章 他們叫做 傷亡都慘重 整隊 他有大半隊的手足是死了 送頭行動 是 雖然那班是空而已 都是人命 死了 而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再看看 你看到 阿蘇卡真的 真的出事了 即是他那種失望 那種失落 即是回到戰艦那裡 你叫他一個人坐在艇那裡 很失落 而 當然有怪責他 我對你很失望 我叫你指令 你又不聽 你出來打仗 現在是在打仗 你是要聽 服從你的上司 你服從我師父的命令 你兩樣東西都不服從 跟著 阿蘇卡的樣子都表現得很苦的 你看到他柔弱的一面 看到他弱的一面 看到他慘的一面 看到他悔過的一面 其實 這些位其實是 小子成長 就是 他慢慢去飆入 他從錯誤裡面去慢慢學習 說真的 你初出茅羅 你哪個還沒出事 對於公司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出事 有時候 你一分鐘 客戶張單沒有鬼了 一定會被人罵你 但是 但是 你不經歷過這些事情 你怎麼可以去完美呢 你公司做到很老江湖 或者是很老市戶 或者是管理層那些 年輕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經歷 不多不少有經歷過一些事情 他不需要告訴你 但是因為他正正經歷過的挫敗 或者經歷過那些失敗的事情 他才會成長 沒有人出來是100%滿分的 如果一出來100%滿分 最高的 他其他一定有些事情會不好的 他人際關係可能不好 或者是有些事情他不會處理 他永遠 到最後變成了項羽 對 高分低能那類的 對 我們下一張看看 而 阿蘇卡的脖子很多事情 都會呈現出來的 例如其中一集 他無理無理頭 被那些海盜 撈掉了一把光劍 哈哈 被那些海盜湧出來 在 在 在首都星 在高分之下 被那些海盜湧出來 被那些海盜湧出來 撈掉了一把光劍 而他就愚蠢蠢 就說 不妙的 Underage 手去抱 什麼 Underage 手去抱 他們要抓人 他們要抓人 OK Anakin 進去裡面 他叫他在外面搜門口 他進不了去的 他不可以進去的 是Underage 但在門口被撞低了 被人撈掉了一把光劍 當然他很淑底 他又不想告訴師傅 唯有就是他在他師傅未發現之前 他想辦法去搞定他 他在Library 找了一個老Jedi 有很老之力的Jedi 幫他找回真空出來 而在這個過程裏面 老Jedi教了一件事 慢其實就等於快 他這個語 這個道理就是說 慢不代表一定慢 我走得很慢 他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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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速地去慢頭彎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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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現在我們經常說不要急最重要是快 是的 這個真是重點 不要急最重要是快 當你不要急 你專心去想清楚做好東西 你這件事就自然會快 但反而你快速快速 那你翻盤做的事情會越來越多 這些很細節的位置 當然你在電影一定呈現不了 因為這些細節位置是要電視劇 要卡通 是這些叫series才可以做得到 變成我們看他的 我們留憤怒的Ahsoka 看著他的反省 看著他的成長 看著他的過失 他什麼都在累積 初初我們很差勁 左頭左勢 你慢慢會加分 甚至中段 去到其中一集 去供Droyce的兵工廠 分離主義的兵工廠 因爲Ahsoka小小 他有另一個Jedi的女徒弟 Barris Ophi 也是小小的 兩個都是小小小的 他們就可以從地島鑽進去 由他們引爆兵工廠 期間遇到一些問題阻礙 在爆炸的過程 他們就走不掉 躲在坦克上 其實理論上他們兩個會被迫死 Barris 他們就很死固固 遵從他師父說 既然我們都要死 我們都要死 我們默默承受 我們要死的命運 Ahsoka就說 你都瘋了 甚至乎他的師父也是 他的師父就說 他們現在 他們兩個都出不了 他們應該都 殉葬了 我們就為他們祈禱 Ahsoka就說 你生死未卜 不知道他生還是死 你這麼快放棄 我不會放棄我的徒弟 因為他們說Jedi 他們不應該有基本 所以如果真是 戰死是戰死的光榮 但是Ahsoka說是人命 而Ahsoka 由於他是跟Ahsoka學習 Ahsoka是永遠都是要保命 那變成Ahsoka在過程中 他用方法來 整理好聯絡器 然後讓Ahsoka知道他在哪裡 就救回他 否則他死了 如果他是一般的Jedi 我們下章看看 其實中間有一段 在Cornos裡面 都頗重要的 就是Ahsoka 和Obi-1 去了一塊神秘的領域 那塊領域是 元力星球 Mortis 你可以說是星球也可以 你可以說是另一個圍道也可以 那裡面有爸爸 有 daughter 和有 son 即是老爸 女兒和兒子 其實是好鬼聖經 恩父及之及聖神 那個三位一體 兒子就代表最邪惡的元力 兒子就代表最光明的元力 老爸就代表平衡他們兩個的元力 由於他們的元力太厲害 基本上不是人類 基本上是神級的 其實就是老爸就說他老 其實他希望Anakin 是可以替代他 繼續留在這個神域那裏 是 去控制那兩兄妹 但是這裏 就已經強調了Anakin 其實是Trozen One 不過時機未成熟 其實很佛家的 即是你未夠能力去飛星 那Anakin就是還有繁心 他只要還有老婆在家裡 那Anakin就不留下 但是期間裡面 Ahsoka就 因為被那個哥哥 即是 完全暗黑原力的 冷黑色的那個 是 他純暗黑原力 是純 pure的暗黑原力 就入侵了 其實Ahsoka都死了 在那裏 那裏 他死了 應該是死了 而 daughter 那其實也是重了傷的 那唯一可以救到Ahsoka 就是把 daughter 的原神 和 Ahsoka 的原神交換 嗯 那就變成了 把 daughter 的生命力 去灌輸回到Ahsoka 那裏 所以自從這個行為完了之後 其實 Ahsoka 已經有少少不同 他已經不是一般的人 其實他是近乎有了少少神力的 Jedi 當然是沒有表露出來 但是大家 即是 Mary Sue 等級 又不是的 其實都未去到 Mary Sue 這個就是重點 他有了 daughter 的原神 不代表他變成 Mary Sue 不過他是有個 就變成了介乎人和神之間 因為他就有個 貓頭鷹的守護神 在他身邊經常地出現 嗯 這個就要求一強調 其實都是 他都是萬都無一選中的一個人 但是 不代表就是說 他有了神力就變成 Mary Sue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是編劇的功力 嗯 但起碼我補充一點 對 可能就是經過這一幕 Ahsoka 就有了 daughter 那個成長的身形 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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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下張看 其實他除了 Ahsoka 但是剛才 Ahsoka 我不是說他跟那個 另外那個 沉死 總之 按摩摩摩的 Bless Offee 一起經歷患難 但是他作為他的好朋友 但是去到尾 去到尾 我說Ahsoka 被人去 去誣衊 誣衊 去放炸彈 就是被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朋友去誣衊 就是在他的成長 他不單止是要去 練歷他的挫敗 在打仗裡面 他還經歷過 給朋友的出賣 嗯 也都經歷過的 愛情的流失 現在你看到畫面 阿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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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他的 Love Interest 嗯 大家是少年少女 好正常 但是呢 因為 大家的背景不同 有少少拉馬歐珠麗義的感覺 因為阿Lux 其實他是 分離主義者 的 Beef 但是因為他的母親 被Katuku殺了 後來於是他便變成自由戰士 就變成訓軍 變成是真正反抗軍 即是那個時間的反抗軍 即是中立在中立地區那裏 他再見到Ahsoka那一刻 但是他就有另一個Love Interest 就是Sorgaria的妹妹 Stella Garia Stella Jargaria Stella Jargaria 那變成了在Ahsoka的感覺就是 他的戀人的Love Interest 其實又不在他那裏 即是在他的成長 其實他很多東西失敗了 很多東西流失了 很多東西他捉不住 那麼這個成長就是你的成長 人的成長也是 有很多東西不是代表你一定可以戴到Love Interest 很多東西是你會面對你的流失 面對到你的失敗 面對到你的 人生就是這樣的 人生你不會讓東西都順風順水 很多東西是很多的遺憾 很多東西是失敗 你在這個作品裏面 你見到Ahsoka其實他經歷的事情 他從來不是一個幸運的人 他從來經歷的都是近乎悲劇主義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他想要就拿不到 他想留不住 他想不改變 但永遠局勢就是要他改變 那變成他很多時候都是 out of control 就不是你那些Mary Sue那些 我爸之幣 我爸之幣 女權不懂我爸之幣 什麼都是我掌管之下 這個不是 那麼他再下掌 就是我們上一集都有講過 就是這個 Jedai Council 絕地元老會 就老惡了Ahsoka 沒有人相信他 除了Anakin 結果就算找到真兇討 其實Ahsoka他已經 對於 他之前已經經歷過的朋友出賣 他有經歷過戀人的出賣 不算是出賣的 不過去到後來 他跟那個Love Interest 就半交互 就是因為他的Love Interest 喜歡那個女生 就在他手中死了 他救不到那個女生 那變成那個Love Interest 你看得出那個Love Interest 他的Love Interest 喜歡那個就不是他自己 所以他變了很多東西是流失了 甚至乎去到 Jedai Council 他成長的地方 因為他真的沒有親人 他四歲已經進去了Jedai 去訓練 去到Jedai Council 連Jedai Council 在他成長的地方 那些人都不相信他 只有Anakin不相信他 他就很 很不開心地離開了 我們到了最後 在星戰 剛剛前一年 就上架的第七季 就是叫做 完結了那個 完結了的 第七季升戰 Kone Wars 我看一張看看 在那裡 其實他 可以重遇Anakin 去見分501部隊 501部隊 對他的態度沒有變 都是很忠心的 而在這個過程裏 Anakin還是很疼愛他 亦都交了 亦都交了 新的綱件給他 但是最 最悲傷的事情 這個其實 Kone Wars的第七季 絕對是一個悲劇 來的 下一張看看 就是當Anakin 本來應該和他一起去 萬大樂星那裡 去作出這個 遺報和走步 阿摩的時間 順道干預萬大樂星的內戰 那期間 那Anakin就被 被 被 Jedi Order那裡 調配了他 去營救白卜亭 那這個就是第三集 升戰第三集開始的故事 是 那變成Anakin就沒有辦法 陪阿蘇卡一起去 去萬大樂星 唯有就 將自己501部隊 就斬了一半 交給阿蘇卡 他自己就要回到 Colosson那裡 那這裏呢 看到Anakin 和阿蘇卡的道別呢 這就是兩絲圖 最後一次道別 嗯 之後阿蘇卡再見到的 就再見不回Anakin 之後再面對的 就是Dark Thradar 嗯 都幾傷悲的 因為其實他見回師傅 沒多久的 中間已經隔了一段時間 但是見回 沒多久 跟著Anakin又走了 那我們下張 那當然 在Colosson第七季裡面 他 還沒意會到Anakin變成Dark Thradar之前 那他對付摩 但阿摩其實已經跟他說了 他說 終極那個大哥不是我 終極那個大哥是白卜亭 還有白卜亭 他會有個徒弟 那個才是終極大哥 那個徒弟就是你師傅 我們還有辦法去曼的 那你和我合作呢 你和我合作 我們一起去搞白卜亭 那就有機會順道救你師傅 但是阿蘇卡就當然是完全 覺得匪夷所思 我師傅Anakin 怎麼會變奸呢 不可能的 一定是你的魔戀這樣說話 結果他錯過了Anakin的機會 而也都面對到Order66 他自己身邊那群手足 那群兄弟那群 那群501部隊 全部是 就是把他借回頭 就是這裏你除了你之前的友情的出賣 你的愛情的出賣 跟著你自己部下的出賣 你所有的不幸集中 全在一身 而最後 第七季的Cornwalls 最後是他還要聚完機之後 他真的那群501部隊 除了Captain Rex 之外 是全部死了 全部是炒機死了 他還要和Captain Rex 再撞回每個人 這裏對他來說是嚴重的打擊 但是這個就是 你的角色的成長 就是由這裏去呈現 至於下章再看看 當他去再出現 就已經再隔了十幾年了 就是這個Rabos 出現 就是他去負責 去聯絡Rabos 他們 提供資訊給他們 提供資訊給Azra 他們那群人 但是當他再面對到Dark Vader 再面對到Anakin 那個已經不是他師父 雖然他感覺到這個是師父 感覺到 但是那個已經不是師父 再看看下章 期間有一幕也挺慘情的 就是 因為初初你聽到師父的聲音 那是達菲達的聲音 阿忠祖的聲音 黑人的聲音 但是當他斬爛了師父的面具 他真的聽到師父的聲音 他心軟了 他知道那個真的是師父 我不應該再離棄你 之前你進魔的期間 就是我不是在你身邊 所以你才進魔 如果我在你身邊 你未必會這麼容易進魔 嗯 這個想法是有點喜歡的 嗯 他希望這樣 就是他說我不會再離棄你 但是誰知道 Dark Vader 說 那你就要死 然後兩個就 決戰起來了 其實理論上 阿蘇卡應該在這一場 這一場格劍裡面 是應該死了 嗯 因為打後之後的第三 第三季 以及第四季 整個第四季的 的 Rebels 其實你見不回阿蘇卡 嗯 那你感覺到 他死了 因為 Dark Vader 一天斬下來 整個秒都倒了 那你不會見回阿蘇卡 但是當然 去到Rebels 最後那季 下章 的 最後三個集 其實就解釋了 原來是 阿蘇卡在精神時間房 穿越房那裏 拔走阿蘇卡 所以他不用死 嗯 正正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影響到日後 曼達洛人的改變 因為如果 曼達洛人 不是因為這個Rebels 不是阿蘇卡 這樣這麼茅柴地 用時間穿越來 拔走下去 阿蘇卡是死了的 其實理論上 如果阿蘇卡死了 就是說 曼達洛人見不到他 找不到阿蘇卡 而阿蘇卡也不會 告訴曼達洛人 究竟那個 Jedi Temple 那個 Jedi星球 在哪裏 就是不會 完全沒有氣槍 他完全找不到 Typhon的星球 也聯絡不到 Luke Skywalker 救Baby Yoda 那就是說 曼達洛人的故事 其實去到曼達洛人 第二季 是全軍覆沒的 曼達洛人都會死 Baby Yoda 就會被帝國 那幫殘餘黨捉了 然後就 搞熟了 來吃 不是 他會拿他解剖研究 然後就拿來做空襲 然後就製造 Snoak 那些 就順利成章 拼下去七八九的故事 但是正正因為這裏的時間 改變了 所以我們下張 所以變了會有 在劇集中 阿蘇卡出現 由於劇集中 阿蘇卡出現 再下張 就是他找到阿B 又見到阿Luke Skywalker 我們下張看完 他見到阿Luke Skywalker 其實這個是 對粉絲最好的 一個完結 就是 他可以見到師父的兒子 他也說 師父的兒子 其實都很像我師父 這個其實是 阿蘇卡 由他四歲開始 進去Jedi Temple 去到現在四十五歲 見到師父的兒子 叫做老懷恩 其實是整個循環 但是阿蘇卡 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絕對不是 阿蘇卡 這一下是有些歐斯闊的 有什麼歐斯闊 就是那些 咦 見到你了 其實我跟你白衣很熟 OK 作為粉絲會喜歡 因為作為粉絲 他們兩個 這個是正常的互動 正常的互動 還有他是 他覺得 他師父的兒子 可以去訓練阿B 但是 究竟他如何去 再去深層訓練 這個當然是交給師父的兒子 但是接下來 也會有阿蘇卡的系列 暫時回來 為什麼會用一節 來講 交代阿蘇卡的生命運動 就是 他的故事是很波爛撞闊的 他的故事是波爛撞闊的 還有 你會見證到 作為一個 在暖世來講 你作為一個 強悍的戰士 心靈上 未必是這麼強悍的 心靈上 可能他經歷了很多事情 心靈上 所以他才說 不敢去訓練阿B 因為他經歷了太多事情 他覺得如果 兩個人的關係 這麼密切的話 因為阿B 跟曼特朗的關係很密切 他說怕這樣去訓練人 他會訓練 他會見證了另外一個 Dark Vader出來 所以他很害怕 很擔心 是有少少PDSD 但正正就是 因為一個 很看的作品 就是 主角一定會經歷那些 很悲慘的事情 很波爛撞闊的一生 那麼 那個作品才精彩 你作為觀眾 你才能感受到 究竟他這個人物 是怎樣成長 你才會這麼同情他 或者是去感受到 他那個 感受到 他那個 故事在這裡 是 而你會覺得 他的強壯 他的強壯 他是應得的 因為他會犧牲很多事情 他無論是友情 愛情 或者是他對師徒的感情 或者是他自己佈下的感情 他全部事情 沒有一件事是順利 沒有一件事是真的 是被他拿捏得到 但是這件事 最後可以看到師傅的兒子 看到師傅的兒子 沒有入魔到 師傅的兒子真的是英雄 那麼這件事 他會對於他的 作為一個 叫做最完美 最後一個完美的句號 雖然他之前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最後 師傅的兒子也在 但是當然 接下來 JK說得正好 Auntie Ahsoka Auntie Ahsoka Eee Auntie Ahsoka Auntie Ahsoka 是的 但是呢 接下來 接下來會 現在正在拍Auntie Ahsoka的電視劇 那這件事 我希望 我希望 Lukas Vink內部 其實HAPPY SOFT 希望他真的爭 希望他拿到一些權 尤其是現在這麼混亂的情況 Netflix也好 Disney也好 其實都有些很巨大 甚至Twitter 都有些很大動作的鬥爭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 就是Wook的文化 或者Wook那幫辭訓者 或者那幫拿咪盡便宜 那幫人 其實現在是 買票的時間 現在是Payback时间 現在是逆轉的時間 這幾個月 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迪士尼的流出 即是那群字幕群已經出現了事 然後我們又看到柯姊妹 她的拿盡威 拿盡風光的日子就快沒有了 你看到她的折墮 重伴侵 我們又看到閃電仔的出現了事 或者是現在這個discovery去收購了這個話 那我又看到她們CW cancel 了六個show 六個都是work show 全部 cancel 了 你就聞到淡財的風向開始轉 那我期待 Ahsoka 的劇集是可以藉著這個風向轉 來去做一個更加好的劇集 Obi-wan 劇集我就完全不去不抱期望 但是我反而期望Ahsoka 那邊的劇集可以把星戰的神話去再延續 而她也 deserve 一個 即是Ahsoka 自己是英分可以承受到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劇集 也難得找到一個女演員 Roselo Dawson Roselo Dawson 是把整件事是神還原出來的 她演得很好 而且她是演繹一個年老的Ahsoka 她演繹一個四十幾歲的Ahsoka 再不是Lambwood 她有一個成熟的味道 而且她經歷過很多 你感覺到她真的經歷過 滄桑過 這個期待的 那我也挺佩服Happy Sook 找到她 是 開心 我希望如果觀眾聽完這一集 當然如果觀眾有看Cone Wars 這些是溫故資深 但是如果還沒看過Cone Wars 我希望大家看完這一集 大家要理會到什麼叫做新真正的Strong Woman 而為什麼這個星戰七八九 Ray 我們會評擊得這麼惡評 就是星戰七八九由Kevin Kennedy 女權肯持有期 她們是不會創造了一些這麼哀傷 或者這麼經歷這麼傷痛的角色 她們要的就是無人敵Mary Sue 包括剛才我們那一節就說這個Kenobi 裡面那個Third Sister 那個黑婆 都是一個無敵Mary Sue 她們不會理解到 你真的要掃除了一個角色 你真的要報 你真的那個角色是不合的原理 是啊 你真的有點落幕下去 現在整件事 你看我又說 就是說你說女權Ray 等等 最近在明珠台 不要問為什麼我會觸碰她來看 這個周末就鋪了就是這個 Apocalypse 不是不是不是 Residence Evil 就是那個喪屍 生化危機 生化危機系列 生化危機系列 那當然如果大家熟悉 就是Mila Jojovich 那個系列 喂 現在你看過就是全部Mary Sue 但是最好笑的一件事 其實整個生化危機系列 你看是不討厭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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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強可以嗎 因為一些藍國都站在那裡 我看就好笑 因為大部分她在我的大學那裡拍的 混蛋 我看到一些地方熟口熟面 喔 是 大陸堂她也有用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熟口熟面 這些地方我去過了 因為今集就希望 分享了Asoca 希望大家 沒有看過沒有跟開卡通的 但是如果有迪射不合適 那你可以找回 Asoca相關的集數去看 那你再去留意一下這個角色 嗯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Asoca有玩具會這麼好賣 是 說話都是玩具 即是我不熟悉她 去到Mandadorian的時候 我才覺得 咦 很有趣 其實 各個角色好 寫得好 聖戰其實好 很多女角色都是好 不過是Catherine Kennedy 她們把人弄壞了 即是她們不懂寫 這個就很長了 今集我們 直播時間到這裡 就差不多 那阿豆有課金 再讀多一次課金 好 要賺錢 兩塊 200元給我的 那就是點唱新版 講一個長眉王的壯烈 超精彩成以推介 那我會賺錢 是的 那就是 多謝大家 看Live 收聽收看 也多謝AIRTIME 是的 多謝AIRTIME 那完了我們這一節之後 那就不要走開 就是連帝和Ken出場的時間 那我們 今個星期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升戰的特輯 我們留意著我們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吧 拜拜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